俄罗斯丢掉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 乌克兰攻入第二个州 普京怒撤俄罗斯防长 美国敦促美国F-16飞行员加入 美国与马杜罗密谈试图以特赦劝降他弃权 北京官场异常的现象频发 人大教授发公开信促中共退场 马斯克在X平台上精彩对话川普老哥先唱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岚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一 您是否经常感觉到疲倦无力 血压不稳 血糖波动 或者是胆固醇过高呢 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 根据传统中医理论 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 三高代谢宝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 从根本上改善您的健康状况 三高代谢宝能够促进新陈代谢 恢复内脏正常的运作 增强免疫力 并且改善血液循环 来听听加州刘先生的故事 他不用了三个月的三高代谢宝 血压从145降到了110 他说 刘先生的胆固醇值也恢复了正常 视力也变好了 精神更好了 他说 三高代谢宝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 温和调理 三高代谢宝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 了解更多详情 请您登陆健康520网站 好 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8月12日 乌军进攻库尔斯克已经快一个星期了 俄军连丢1000平方公里 占领44个据点 千名俄军投降 战况对俄军极为不利 普京大怒不但临阵换将 用心腹替换了俄罗斯总长格拉西莫夫 而且拒绝与乌克兰和谈 今天泽伦斯基召开了乌克兰最高统帅会议 乌军总长希尔斯基将军 远程参加了会议 并报告了前线防御行动 和库尔斯克地区行动的进展 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 控制着大约100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 泽伦斯基还指示内政部长 其他政府官员和乌克兰安全部门 为行动地区制定人道主义计划 据彭博社在今天12日的报道 俄代理地区的州长斯密尔诺夫 告诉普京 乌军方已经控制了 库尔斯克边境地区28个城镇和村庄 超过18万人正在准备撤离 他还说到 乌军已经控制了 至少40公里宽的边境地区 据军事博主Nikita的消息说 据Deep State的计算 乌克兰一路攻占了大约44个定居点 另外还有10个定居点的状况还不明朗 这个估算还是极其保守的 而今天早上 乌军对比尔哥罗德地区的科洛蒂洛夫卡 也发动了大型的坦克攻势 比尔哥罗德的州长已经下令从这个地区撤离 乌军透露 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有大批的俄军自动向乌军主动投降 乌军已经接收了超过1000名投降俄军 更有俄罗斯投降士兵向乌军报告了 三名军官的藏身地点 直接导致三名指挥官丧命 目前除了乌军的万人部队发起猛攻 还包括俄罗斯自由兵团 俄罗斯武装反对派 以及乔治亚志愿军等等 越来越多的反俄军事组织 也参与了抗俄的行动当中 响应乌军的行动 而有消息显示 在乌军不断推进 库尔斯克前线的时候 比尔哥罗德与罗斯托夫 都发生了原因不明的大火 网友推测 这些火灾的发生原因 很有可能是与当地不满普京统治的 俄罗斯民众有关 试图在乌克兰进攻的时候 制造信号 以理应外合的方式 对普京政权进行打击 除此之外 CN的报道说 日前12车俄增援部队 前往昆尔斯克途中 遭遇到乌军的伏击 据说是遭到海马斯火箭炮的攻击 有490人阵亡 如此精准的远程攻击原因 据推测 可能是利用了公路上 坚持器等等 各种新型情资搜集手段等等 确认了俄军增援部队的位置以后 发动了袭击 根据媒体报道 曝光资讯的不是敌方线人 而是自己人 据New Talk的报道说 最新的消息 乌军已经攻占了在库尔斯克的核电站 临近的10个州面临断电危机 而现在仅仅距离莫斯科400多公里 F-16战机45分钟就可以到达红场上空 因此俄罗斯将面临重大危机 外媒猜测 乌军下一步是否会趁势直攻莫斯科 或者是趁势将抢夺回过去 遭俄罗斯强行侵占的领土 今天8月12日 俄罗斯安全理事会会议上 普京表示不会与乌克兰进行会谈 理由是扎伊尔核电站遭到了乌克兰的袭击起火 这是乌克兰干的 根据俄语大世界今天12日的报道 就在俄军节节败退之际 普京决定临阵换帅 已经任命了自己的心腹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局长 沃尔特尼科夫为抵御乌军的反恐作战总指挥 普京此举主要是基于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俄军反击作战成果失败 目前普京是急需得力的干将 尽快的平定局面 避免情势恶化 第二个原因就是 乌军突袭库尔斯克 被俄罗斯定为恐怖袭击 俄罗斯本土的反恐行动 理应是由负责国内安全的国家安全局全权负责 因此 伯尔特尼特夫担任反恐总指挥 可以说是名正言顺 第三个原因就是 俄罗斯在三个州实施反恐行动制度 并将指挥权从军方移交给国家安全局 此外 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辛格表示 乌克兰有权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美国的装备 华友也透露 乌克兰官方正在申请美国批准使用 射程更远的ATACMS导弹来袭击俄罗斯 而今天8月12号 美国参议院两党代表团到达基辅 与泽连斯基举行了一次会谈 双方讨论了如何才能公正的结束这场战争 讨论了乌克兰对远程能力的需求 双方计划了8月下旬和9月份的会议还有谈判 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在会议后表示 建议邀请美国F-16飞行员与乌克兰一起作战 他说乌克兰可以雇用想要为自由而战退役的F-16飞行员 据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美国正试图让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放弃权力 在明年1月任期结束前下台来换取特赦 否则川普上台可能故事就要改写了 这三名了解拜登政府讨论的人士表示 美国已经讨论了赦免马杜罗及其面临美国司法部起诉的多名高级副手的可能性 其中一个人说美国已经尽力小之以理的来说服马杜罗 另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 美国愿意保证不追究这些当权者的责任 不要求引渡 2020年美国曾经悬赏1500万美元来获取能够逮捕马杜罗的信息 马杜罗被控与人合谋向美国贩运大量的可卡因 但是在过去两周 马杜罗监禁了数以千计的异议人士 还维持了军队的忠诚 并委托最高法院成员 由其精心挑选的盟友组成 来解决选举竞举 为自己争取时间 虽然委内瑞拉反对派的前外交官钢萨雷斯 在7月28日的选举当中 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马杜罗 也精心的收集了选民投票的结果 同时得到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支持 但是由于军队仍然效忠马杜罗 局势可能很难改变 而一位接近马杜罗政权的人士表示 马杜罗的立场目前没有改变 而委内瑞拉在马杜罗11年的独裁统治下 不仅经济崩溃外交孤立 还有近800万委内瑞拉人民外逃 比起保经战乱的叙利亚和乌克兰人外逃的还多 美国和哥伦比亚指责马杜罗 为跨国黑帮提供了避风港 并给中俄等等美国对手 在西半球提供了立足点 目前在委内瑞拉总统就职点里前 美国还有5个月的时间来达成协议 而拜登政府曾经取消大部分经济制裁 希望这能促进7月份委内瑞拉选举的自由和公平 但如果此前没有达成协议 而川普获胜了 那么谈判可能破裂 因为川普可能会恢复2019年开始的 对马杜罗政权采取的制裁政策 当时川普政府对委内瑞拉石油实施了限制 并支持委内瑞拉的影子政府推翻马杜罗政权 目前谈判是由委内瑞拉国会主席 马杜罗的密友德瑞格斯 和白宫安全国家委员会 委内瑞拉政策负责人艾瑞克森进行的 美国国家安全发言人没有置评 但是表示 美国支持国际社会要求 委内瑞拉保持选举结果透明 并将根据美国国家利益决定下一步行动 并将在我们选择的时间采取行动 中共高层隐身北戴河 直到8月12日仍然没有公开露面的消息 目前中共离休老干部 人民大学退休教师冷截普 发表至中共高层的公开信 他呼吁中共退场 就和平统一台湾 提出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方案 除此之外 北京官场异常现象频发 8月11日 冷截普本人向大紀元记者证实了 这封公开信是他所写的 冷截普的信是写给中共两名军委副主席 张又霞和何卫东的 并告全国同胞海外乔包 冷截普说 得知习近平病得很重 不能工作 党政军的全盘工作 落在了张又霞和何卫东的身上 所以希望两人支持 冷截普本人是老军人 或许是因为安全考虑 他在信中首先向党表忠 然后说早在2012年的9月份 他就给胡锦涛和习近平两人写了一封公开建议信 指出如果要解决日渐分歧的民族矛盾 台湾问题和六四事件等等 联邦制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主要内容是以联邦制为框架 携手台湾政府共创中华联邦共和国 以及联合政府 让中共退出历史舞台 当时获得了胡锡两人支持 打算让他任政协副主席 参加2013年的政协会来操办此事 但是因为有人干扰意见被搁置 他还提到 胡锡两人支持我的建议 表明他们是民主立宪的主导者 而不是独裁者 他说今天我再一次发表公开信 坚持我在2012年9月份所提出的建议 是因为当前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极其严重 冷截补提到 2022年在北京的立交桥上 有民众挂出了大横幅 共产党必须下台 几个大城市有民众高局 打倒共产党的横幅游行 形势不容乐观 因此他建议走折中路线 用中华联邦这种国家形势 统一两岸实属上上策 他说如果共产党主动放弃一党专政 就等于立了一功 同时转型变形为民主立宪制度 不追求永远执政 最终中共走完了历史周期 退出历史舞台 符合历史潮流 而在2020年9月份 冷截谱又写了建议习近平主席 辞去党政军一切职务 致政协主席汪洋的公刊信 也是在网上流传 目前北京政局诡异 中南海很不太平 自从中共三中全会起 有关习近平的传闻就不断的燃烧 先是他中风 替身出场 其次是亲信外出视察讲话 不提习近平的名字 一些宣传话也把他的画像拿下 还有就是铁路部门和外交部休假两周 种种动作相当不寻常 而近日 中共前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儿子 杨小平在微信平台上发布消息 暗示中共领导层可能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变 杨小平在信息中提到 8月将会出现超过奥运会 俄乌战争 以哈冲突 委内瑞拉和孟加拉局势重大国内新闻 并说这件事将成为真正百年未遇大变局的信号枪 另外 习近平在中共官媒上出现与否 已经成为外界观察中共政坛动向的风向标 最近两周 新华社 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 央视网 解放军报等等主要党媒 对习近平的报道明显减少 8月11日 旅美时政分析人士陈破空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 在这些传闻中 习近平重病的可能性较大 而关于他遭遇政变或兵变的说法 则相对不太可信 这些异常现象的出现 与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 而习近平目前处于一种十分诡异的状态 这与当年斯大林倒下时的情况相似 今天8月12日 川普在晚上8点左右 接受了亿万富翁马斯克 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的采访 不过 推特空间出现了严重的技术问题 可能是因为太多人想要加入和收听的缘故 双方对话是在8点45分继续进行 谈到日前川普遭遇到的抢击案 为了让观众顺利的观看 马斯克昨天就开始准备 他在X平台上写道 今晚和明天 我将在对话前进行一些系统扩展测试 有网友还看到 马斯克还在X平台上放了一段 为川普当选而做的广告 那是里根在竞选连任的时候 问选民的问题 你的生活跟四年前比是如何 美国在世界上是更受尊敬了吗 相当于要观众们问问自己 相比民主党执政与之前的川普执政 对于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而在这次采访前 川普已经给出了他对美国人民的20项承诺 他说拜登政府让非法移民耗尽了美国资源 而美国的经济通货膨胀之所以每况愈下 是民主党的能源政策引起的 而他将让美国成为石油生产国 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还能出口 他还笑话有候选人剽窃了 他要让小费免税的主意 而他也承诺会对企业继续减税 而那期战争呢 他说他一当选 可能没到就职前就能解决了 他也承诺会对中共加征高额的关税 好多人都在关注 川普接受马斯克在推特上的采访 这个举动意味着川普或许会重返X平台 那么您觉得川普会重返X平台吗 也请大家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看法 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也请您帮忙订阅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的精彩节目了 我是小兰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明天回到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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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天回到美新闻